有缘人,你终于来了,以下内容是一位觉悟者的修行感悟,仅供参考,宇宙指引你的灵魂刷到这条视频,是为了让你知道财富到底来自哪里,佛家讲,财富来源于福报,而福报来源于利益众生,当你有福报时,钱会来追你,很多人认为,钱是自己赚来的,其实,三分是努力,七分是福报。 古人云,有福之人不用忙,无福之人跑断肠,当你福报居足,生活便会顺心如意,财富也会水到渠成,而缺少福报时,便世事不能如愿,辛苦赚钱,却收入微薄。 老一辈人也常讲,钱是八条腿,人是两条腿,钱可以往东西南北去,你去追钱,当然追不到,但是,当你有福报时,钱自己会来追你。 从前有一个人,因为钱是积累了大量福报,金生投胎为太子,地位尊贵,受人敬仰,另一个人,钱是贪婪吝啬,金生沦为乞丐,整日在街头乞讨。 太子今生还是一样乐善好施,将皇宫的钱财宝物都施舍给穷苦百姓,国王实在看不下去了,一怒之下将太子赶出王宫,太子流落街头,遇到了乞丐,两个人成为好朋友,结霸而行。 在一个附近的国家,国王突然去世,没有留下可以继承王位的子嗣,于是大臣们决定,找到一位福德深厚的人继承王位。 有一天,太子和乞丐流浪致辞,太子走累了,就躺在树下休息,乞丐则出去乞讨了,正巧,皇宫的侍卫看到了在树下酣睡的太子,并发现了奇景,不管太阳如何移动, 大树的影子始终被太子遮挡着阳光,大家都感到十分震惊,觉得太子就是一位福德深厚之人,于是他们叫醒太子,迎请他做了国王,太子当了国王之后,心里一直惦记着他的乞丐朋友,于是命人做了好几张饼,其中一张饼里价了黄金,送到乞丐好朋友手里,乞丐拿过饼,张张颠凉。 他以为中的那张是梅鼠,顺手就扔掉了,太子福报身后,虽然失去了在自己国家的王位,但是继承了邻国的王位,而乞丐前世没有基辅,这一生即使拿到黄金也无福享用,财富来源于不失,贫穷则源于吝啬。 富贵之人,之所以富贵,在于有颗富贵的心,人最大的贫穷就是内心的贫穷,内心的贫穷是说自己不想付出,只想索取。 这样的人很难富贵起来,绝罪福经云,重福得福,重贫得贫,先世不不失,今世则贫穷,每个人都有自己应得的钱财,这都是由自己种下的。 您决定的,倘若我们福报具足,即使不争不多,财富也会跟随着你,而福报匮乏之人,即使明争暗强,也得不到财富。